欢迎各位收看我的视频 我是蔡如哈士奇 那么在上上一期视频当中 给大家带来了一套2000多块钱的配置 9200F搭配一个560XT 然后有些老哥就说 感觉不是很喜欢A卡 想去用N卡 其实现在是这样的 因为像N卡为什么在低端 也不是说低端 就是低价位主机上推荐的少 主要还是因为一个性价比的原因 你说吧 其实在N卡新卡当中 1650这张卡算是新的 其实我不是很推荐 我倒是觉得 现在这个时间段的话 加点钱去整一块1650s 所以也就有了这一期的视频 正好上一期视频有人在说 9200F感觉还不如2600 那么就这一次我准备了两套配置 一个是9200F配1650s 然后一个是2600配1650s 让我们来看一下 它在一个游戏当中的具体表现 开始之前先大家可以来猜一下 觉得9200F游戏帧数高的 可以打个1 2600就打一个2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两套配置的具体情况吧 首先是2600这边 因为盒中2600现在很难搞到 就只能去搞了一个散片的2600 6核心12线程具体的参数我就不用多说了 搭配的主板是技嘉的 B450M 屌丝三号 那么虽然说名字是屌丝三号 相信了解过这块主板的朋友肯定觉得这块主板其实也还行 在这个同价位里面啊 为什么这么说 虽然说它的就外观让你看到去觉得非常的普通 甚至说有些盖 但实际上你仔细一看做工还是可以的 供电啊各方面 然后四个内存条插槽 虽然说技嘉的BIOS有点难用 但是实际上这块主板去小超一下这些CPU是没有问题的 就是内存条有些难操作一点 然后内存还是用了一根雨沾的黑豹 8G 3000频率 持续C16 总的来说就还行 本来固态想着说是用一个SN550 250G的蓝盘 然后问了一下几个本地的朋友都是说 250G的蓝盘现在是缺货状态 只有500G的有货 那么没办法 只能找一个同系列的 也不能说同系列吧 就是一个SN730 这个是OEM盘 那么定位的话就跟三星那个981A差不多 然后这个730的话速度是要比那个550快的 就缺点的话就是它是一个OEM 不过在奸商朋友这边嘛 也是可以提供三年的保修 然后这个还要比那个便宜个20来块钱 所以就先用这个顶一下 如果实在有人想上那个SN550的话 就是要等一段时间 显卡是C彩虹的1650S灵动刹版本 这是一张单分扇卡 其实本来的话是说用在ITX那种小机箱里比较合适 但是考虑到它的一个整体的价格 然后我们还是以实用为主 所以这次就用了这张卡 那么虽然说它是一个单风扇的显卡 但是在散热器方面还是可以的 你可以看到里面也是有导热管的 像1650S这一张卡 它本身的发热量也就不大 所以在温度方面虽然说是单风扇 也不用过多的担心 因为是散片的U 所以散热器得自己去配 就搞了一个安泰克的A30战虎 两桶管的散热器 定位嘛就跟那个酷冷的T20差不多 就两桶管 然后压压这颗2600是问题不大的 只要你不往死里超频 电源的话还是之前视频里出现过的 鲜马坦克500瓦的电源 就中规中矩的入门电源吧 只能这么说 然后这一套的机箱是鲜马艾斯 之前视频也有出现过 那再来看一下9100F这边的配置情况 CPU就不用说了 9100F的散片搭配一块 微星的H310M Pro V Plus的主板 那么内存是选用了一根雨瞻 8G2666的普条就没有用黑豹 因为考虑到整体的一个价格 然后固态 因为这块310主板没有M2接口 如果你想用M2固态的话 也可以补点差价 去换一块支持M2的主板 然后固态的话还是可以用这个M2固态的 那么我们这一次就是用了一个 自家的240G SATA的固态 官方数据说是读写500跟420 怎么说240G的固态就满足你装系统 和几个简单的网游是没有问题的 看到这个大大的标志 这个机箱还真就是微星自己出的一个机箱 微星的叫龙文顿 号称是MATX机箱 其实真的就你整体看到它的大小 真的就是蛮小的 我感觉的话就是它如果这样放过来 就比普通的A4机箱稍微大的那么一圈 然后这个机箱 有一个缺点就是它是不测透的 两面都不测透 然后内部空间是非常紧凑的 像你这个硬盘的话 是得专门装在这种地方的 想要小机箱的朋友来说 像9100F这套搭配这么一个机箱其实还OK 就唯一吐槽的地方就是你看它这个后面板这个风扇位 不是传统的12厘米风扇是要搭配这种小风扇的 其他的话就中规中指吧 反正我觉得就它这个logo还看得过去 两台机器的娱乐大师跑分相差了10万分 这个差距主要来自于CPU还有硬盘 CPU的话因为16和12线程的2600 跑分自然是要比4核心4线程的9100F高的 那么硬盘也不用多说了 差距就在于NVME和SATA这两个区别 显卡用的都是1650S 在1080P极高画质的路阿路当中呢 两个CPU的帧数表现可以说是差不多 但是从最高帧来看的话 9100F是要优于2600的 1080P三高画质的绝技求成当中 两个CPU的区别就出来了 很有意思的是 以前我都会说9100F吃鸡是要比2600要好的 但是由于最近难动一次又一次的反向优化吧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 导致了9100F的占用率一直吃满 吃满的后果是什么 就是会在游戏过程中有调增现象 但是占用率这个问题到时候只能去留给难动解决了 从上面的测试结果来看的话 9100F对比于2600在占用方面还是有差距的 你如果问我有没有必要去换成2600 其实我觉得还是看你玩什么游戏吧 如果你说是玩路阿路CF这种 那其实两个CPU差距真的是不大 甚至说有些时候 9100F表现还要比2600好 那么你如果玩这种COD啊 然后吃鸡像这个东西比较多的话 现在还是用这个2600会相对来说比较好一点 虽然说9100F也能玩 但是考虑到你平时后台可能要开点YY 然后开个一个网页挂点东西 那其实9100F就有点吃力了 如果他不去做这个优化的话 因为以前的话9100F你可以去看我之前的视频 吃鸡的占用大概也就是在70到80 那现在的话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在想的 然后话又说回来 其实1650S这张卡是还不错 你就相当于以前1060的这么一个定位 以上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你觉得视频做的还不错 并且对你有所帮助 希望可以点赞关注一波 那么让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 拜拜